第152集 沈青岚同样在看着她 看着她因为湿血过多而苍白的脸色 她的身上很多伤口 都是跟King打斗士留下的 近距离看 她对她身上的伤口看得更加清楚 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多 沈青岚的眼睛里闪过心疼 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傅恒义沉声说 再一次开口 你觉得呢 沈青岚轻声问道 声音很轻 傅恒义定定地看着她 眼底是未明的情绪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沈青岚沉默 刚才那一球 是你开的 对不对 傅恒义的声音微哑 尾音轻颤 沈青岚在傅恒义的目光中 缓缓点头 是 为什么要开枪 如果不是那一枪 恐怕自己没有那么容易 发现沈青岚 不想看到你受伤 傅恒义的眼底 划过一丝别样的情绪 她缓身开口 既然开了枪 又为什么要逃走 不想你认出来 却还是被你认出来了 沈青岚垂眸 盯着脚下的地面 轻声开口 傅恒义 如果我说 我跟他们 不是一伙的 你信不信 信 质地有声的一个字 响彻在沈青岚的耳畔 不带一丝犹豫 几乎是在她的话音 刚落就出口了 沈青岚祸地抬头 看向傅恒义 你信我 傅恒义看着她 眼底没有她以为的失望 跟愤怒 有的只是一片释然 沈青岚心里一酸 原来 她从来没有怀疑过 她跟King他们是一伙的 她所要的 只是一个理由 哪怕 只是一个 她随意瞎编的理由 她的眼底 似有惊盈 傅恒义 到底是有多爱她 才会违背自己的原则 就这么相信了她 傅恒义 我不想骗你 只是现在 我不能告诉你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又是什么人 但是 我可以告诉你 我跟BK他们 没有任何关系 傅恒义伸出手 轻轻地 擦拭着她脸上的泪水 动作温柔 沈青岚这才发现 原来 自己竟然哭了 我知道 我等你告诉我 傅恒义温柔地开口 其实 她一早就知道 沈青岚 肯定不是一个 简单的沈家千金 沈家人 是会教自家的孩子 防身的招式 但是 却绝对不会教她 杀人的招式 第一次半夜回家 傅恒义跟沈青岚 交过一次手 虽然 只是短短的几招 但是 从沈青岚 直击要害 和干脆利落的伸手上 她知道 这根本不是沈家会教的 她不是没有猜测过 也曾想过 要去做一下调查 但是 最终 她什么也没做 她相信 总有一天 沈青岚 会愿意告诉她的 今天 在这里看到沈青岚 她确实很意外 沈青岚不想哭 她也不是一个 爱哭的人 但是 此刻面对傅恒义 她终于 还是忍不住 哭出声来 傅恒义 只是想安慰她 结果 人家哭得更加凶了 只能将人 拥在怀里 轻轻地拍着她 傻瓜 我说过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沈青岚 揪着傅恒义 胸口的衣服 闻着鼻尖的铁锈尾 才终于想起来 傅恒义的身上 还有伤 她连忙退出来 果然 因为她刚才的动作 她胸前的伤口 鲜血 又流出来了 她神色慌张 伸手捂住伤口 满手的鲜血 别慌 我没事 你马上离开这里 不能让别人知道 沈青岚出现在这里 否则 就解释不清楚了 她是相信她的 但是 别人 未必会信 沈青岚摇头 傅恒义现在这个样子 她怎么可能离开 听话 让别人看到 事情就麻烦了 你先离开这里 我保证 我会好好地出现在你面前 傅恒义保证 声音透着一丝虚弱 沈青岚依旧摇头 我要看他们带你走 我再离开 傅恒义 你不要担心我 雨林对于我来说 就跟在家里的后花园一样 我不会有事的 也不会受伤 我要办的事情 也已经办完了 我立刻回家 回家等你 然后 我会告诉你一切 傅恒义 刚刚已经仔细看过 他身上确实没有伤口 好 傅恒义跟穆连城联系了一下 沈青岚扶着他 穆连城本来就在附近 来得很快 沈青岚在他来到之前 就避开了 看着穆连城 扶着傅恒义离开 沈青岚才离开这里 安德烈没有离开太远 他们之间有特殊的联系方式 沈青岚要联系他 也很方便 哎 你 没事吧 安德烈问道 有些小心翼翼 沈青岚摇头 我没事 走吧 他沉默不许 安德烈跟在后面 一时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 安德烈 我们就在这里分开吧 我要回去了 你回到外国 跟恩西他们说一声 有时间 我会去看他们的 走出雨林之后 沈青岚对安德烈说道 安德烈沉默点头 转身离开 沈青岚看了一眼 身后的雨林 也离开了 队长 你感觉怎么样 沐连城看着傅恒义 满身的血 很是担心 傅恒义摇头 我没事 听怎么样了 已经交给李连伤 他们会看好的 这次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我们这边没有人死亡 但是大部分人都受了伤 除了有三个受了重伤 其他的都是轻伤 杨今天就没事了 傅恒义文言 微微放了心 这是他带出来的兄弟 他自然要完完整整的 将他们给带回去 李连生那边呢 沐连城 沐连城 会沐连城 沐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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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十五个 重伤的 有十几个 傅恒义的心 猛得一沉 虽然 相比起对方的人数 他们这点牺牲人数 根本 可以说是完胜 但是失去了 这十五条生命 还是让傅恒义 感到一丝沉重 他们都是英雄 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 而奉献出了自己生命的英雄 傅恒义在附近的医院里 简单地爆炸了一下 就跟随大部队返回了基地 他身上的伤口虽然很多 但是大部分都是皮外伤 就是胸口的那一刀 因为他伸手挡了挡 也没有伤机要害 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成功 还抓获了大部分的犯罪分子 虽然被逃了一部分 却抓住了Z国境内最大的毒枭 唯一的遗憾就是被King给逃了 在押送的过程中 有BK的人救走了King 这件事情传回部队的时候 还让穆连城气愤了好久 这帮笨蛋连个人都看不住 排废了我们那么多功夫 沐连城怒骂 却牵扯到了自己的伤口 咳嗽连连 傅恒意靠坐在病床上 倒是没有什么表情 这件事他知道的时候也有愤怒 但是却很快想通了 如果King是那么容易就被抓住的 他也就不再是King了 他的手里拿着手机 这是沐连城刚刚送来的 有这个时间不如回去好好想想 这次的报告怎么写 沐连城神色一僵 看着傅恒意 队长 这不是你的事情吗 傅恒意举了举包扎的右手 你认为我还能写报告 沐连城一叶 苦着脸 走出了病房 哦 你右手受伤了 不能写报告 却能跟人发信息 队长 别以为 我刚才没看见 你在玩手机 真是官大一击压死人呢 谁让他是自己的队长呢 沐连城看了一眼 自己同样受伤的右手 任命地回去写报告 见多余的人都已经走了 傅恒意给沈青岚打了电话 到家了 沈青岚其实刚到家 他没有回大院 而是在江新雅院 听着傅恒意熟悉的声音 他微微一笑 刚到家 你身上的伤怎么样了 这次的行动 本来就是机密的 傅恒意受伤了 家里人并不知道 除了沈青岚 傅恒意也没打算通知家里 免得又是让人担心 我没事 已经包扎好了 都是轻伤 只是有些失血过多 沈青岚闻言 微微放了心 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刚刚遇上那样的事情 身份差点暴露 他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傅恒意 傅恒意倒是像对他 不自在毫无所觉 温和地开口 这几天在家里好好休息 暂时不要回家了 不是跟家里说了出国旅游了 等过两天休息好了 可以去国外玩两天 好 傅恒意 我等你回家 等你回家 然后将一切都告诉你 只是希望你知道以后 不会讨厌我 傅恒意轻笑着答应 挂了电话 沈青岚在沙发上坐了好一会儿 才跟金恩熙联系 得知他们已经安全返回歪国 一等也没有事情了 才放了心 哎 你没事吧 避开其他人 金恩熙问道 他已经从安德烈的口中 知道他们遇上了傅恒意的事情 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沈青岚笑笑 我没事 过两天 我会再过来一趟 还没有问什么 没有 恩熙 我有点累 先休息了 沈青岚走进卧室 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却怎么也睡不着 明明身体很疲惫 可是他却没有丝毫的睡意 他在想傅恒意 也在想该怎么跟傅恒意解释呢 国外某庄园 男人的脸上全是汗水 他的手上清净暴涨 一看就是忍受巨大的痛苦 男人长得很好看 长相偏阴柔 却不会给人女气的感觉 大概身上的痛苦太剧烈 他紧紧地咬着牙 满脸的阴质 他躺在床上 身下的床单已经湿了一层 可见痛苦之巨 旁边站着一个衣裳模样的人 是东方面孔 正全身贯注地 在男人的腿上施针 对于男人的痛苦低吼 仿如未闻 我会不会给你